打開美食賣場 購入的罐裝腰果還有8分滿 但現在恐怕不敢再吃 因為鏡頭往下一看 挑出來的其中一個腰果上面 居然有一個灰白色的物體 仔細一瞧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耳剪 摸了以後覺得它硬硬的 然後發現它是黏在上面 然後我就把它挑起來看 它就是外面一層毛毛的薄膜 裡面就一隻黑黑的 購買的這位小姐 她說初三 才剛到美食賣場買的腰果 吃了兩天之後 發現這個破一半的腰果 裡面好像是一隻 還沒有飛出的耳剪 一般來講腰果是完整的 然後它剛好是破成兩半的 就是黏在那個腰果上面 實際到美食賣場 這款罐裝腰果堆得好高 屬於熱賣長青商品 尤其是過年期間 很多人都會購買腰果 沒想到卻意外遇到瑕疵品 你們平常會注意一下 可能有沒有東西嗎 不會 我大概只會 咬開的時候才會 才會注意吧 我沒想到有這個問題 你可以拿來退啊 然後又覺得不合你的意味 拿去拿去 對此美食賣場回應 有可能是在採摘加工前 這個額減就已經在裡面 所以才沒有發現 也歡迎過客退貨會協助處理 TV的新聞網響 吳舒蕾 林宇瑞 泰保島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